我們會過節的人就會講 那是一個巧思 跟你剛剛講說 有些人送你 會不會送到你不喜歡的東西 你怎麼會不曉得我想要什麼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 沒有用心思的 最簡便的方法才會去送錢 所以對我來講是不行的 因為我第一年 我老公就是送錢給我 我那天晚上就大哭 第一年送太少是不是 第一年也好 對 他送的紅包其實並不小 他送的紅包很大 我們第一年結婚的時候 不是 我覺得 怎麼會在第一年 你就完全沒有心思 就是想要去買什麼東西 來送給我 對 用這個紅包打發我的感覺 對 我覺得會有那種感覺 我只能靠 每一次他的生日 或者是爸爸節 然後給他一筆款項 讓他自己去花 我覺得一來是 我鼓勵他存私房錢 二來是 我也希望他利用這些錢 下一次我生日的時候 可以買一些東西 好可憐 新鮮老舟 不是 他都沒有錢耶 他都沒有錢 那他只要買禮物送給我 他鼓勵存私房錢 這很棒耶 葛格力 你可以送股票啦 哪要送股票 可以耶 其實我是因為自己錢很多啦 所以我不需要對方送我錢 我送他就好了 是你的 你可以送給對方 我現在好豪氣喔 然後不用送錢 跟當年判了兩人